人格如今 纯度越高品位越高 做人一辈子 一定要以人品做底子 人们常说欣赏一个人 始于颜值 静于才华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意思是一个人 是否能被人欣赏 最终取决于这些人 所以说一个人最真正的资本 并不是美貌 也不是金钱 而是这个人的人品 而人品呢 不仅是一个人最持久的魅力 还是一个人的最高学历 孔子曾言 子欲为事 先为人生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学做人 一个人做事想要取得成功 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品质 要修炼自己的内在修养 只有先做人 才能做大事 做事先做人 立身 不忘做人之本 而往往人品好的人 都有这几个特征 遇到了 请深交一辈子 人品好的人 不怕吃亏 星云大师曾说 一时吃亏 一时富贵 有一次光武帝 把进贡的一群羊 赏赐给了朝上的大臣们 并要求 分给各位大臣美人一只 光武帝的要求 可难倒了负责分羊的官吏 因为这群羊啊 大小不一 有肥有瘦 不知道该怎么分 许多大臣呢 为了分到一只肥羊 而争论不休 甚至说 要把这群羊全部杀掉 肥瘦搭配着分 而博士真羽 觉得杀羊分肉很丢脸 于是呢 他就自己 先牵着一只 最瘦小的羊回家了 其他大臣看到了真羽的做法 也都不好意思牵肥羊 然后大臣们 都捡最小的羊牵 每个人也都没有怨言了 后来这事啊 传到光武皇帝耳中 光武帝很是欣慰 而真羽 也因此获得授阳博士的美誉 之后 在群臣的举荐之下 加上真羽 为人忠厚 欲是谦让 而被提拔为太子少妇 在生活中 有太多的人 像其他的大臣一样 不愿意比别人得到的少 生怕自己吃亏 我们常常羡慕那些成功人士 其实 我们眼里成功的人 都是不怕吃亏的人 这些人的智慧 就藏在他们吃的亏里 李嘉诚曾教育儿子李泽凯说 你和别人合作 假如你拿七分合理 八分也可以 那我们家拿六分就可以了 少赚个一两分 却多赚了恩个六分 人生在世 决定胜负的 从来都不是一观一爱的得失 和一时一地的亏盈 而是百川俱来的红沛 做事肯为别人考虑 别人受以恩惠 自然会投桃报李 愿意吃亏的人 收获的远比他们舍弃的要多 愿意吃亏的人 终究吃不了亏 吃亏多了 总有后报 爱占便宜的人 定是占不了便宜 赢得了威力 却失了大贵 愿意吃亏的人 从不在乎表面上的吃亏 因为他们懂得再好的东西 谁都不可能长久的拥有 不必寄一时回赠 佛曰 吃亏不绝 惜福才有福 你现在所承受的 都是你起心动念所造 你将来所拥有的 都是你当下举手投足而来 愿意吃亏的人 他们看中的是实质性的福利 不怕吃亏的人往往是一生平安 幸福坦然的 吃亏是做人的一种境界 会吃亏是处事的一种睿智 如果你遇到不怕吃亏的人 那一定是值得深交的人 人品好的人 从不让人难堪 周易有云 天行见 君子当自强不息 帝是昆 君子当厚德载物 大帝若不厚 如何承载山川河海 人心若不厚 又岂能得身后福报 曾听过这样的一件事 一位穿着破旧的老人 走进一家刚办完喜宴的酒店 然后从衣服口袋里 拿出了几个塑料袋 把桌上的剩菜 一个一个倒进了塑料袋里 因为酒店客人太多 并没有注意到老人 这时 酒店经理正好巡视到这儿 一眼便看见了角落里的老人 同行的服务生 同时也看到了 于是想要上前去把老人赶走 但是经理阻止了他 并与服务生一起 等待老人自己离去 老人走后 服务生问经理 为什么不去阻止老人呢 经理却说按酒店的规定啊 我们可以让他马上离开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是家里窘迫 怎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偷偷来装菜呢 肯定是不想让别人看到 你现在进去 只会让他难堪 服务生 这才明白过来 不让别人难堪 在力所能及之事上 保住别人的体面 懂得切身处地的 为别人着想 就是一种厚道 古人云不以小恶而为之 不以善小而不为 虽然不让别人难堪 只是一个小小的善行 但是善行不分大小 有时候最小的善行 胜过最大的善念 佛家也常讲 积德虽无人见 行善自有天知 怀善念行善举 必得福报 厚道与才能 学识和学历都无关 它是一种 关乎人性的美德 厚道的人内心纯良 心怀感恩 对人没有恶意 对事坦诚宽厚 这样的人 人生的好福气 自会来到身边 所以与人交往 要深交心地善良 坦诚宽厚 常为他人着想的人 因为与这样的人相处 不必处心积虑 不用担心被伤害 人品好的人 诚以养德 信以立身 贤于精云 夫人生事 诚信为本 虚妄苟存 情所未许 宁就信死 不枉与生 富为种种说诚信之力 广为分别虚妄之罪 意思就是人活在世上 应该以诚实守信为基础 做到言出必行 如果以虚假和欺骗 来和人交往 于情于理 都是不会被人认可的 有一个囚犯 因犯罪而被判绞刑 临死之前 他因不能为母亲养老送终 而感到遗憾 所以他希望 能与母亲最后见一面 国王知道这个囚犯的这份孝心 便同意他回家 与母亲相见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他必须要找一个人 来替他坐牢 然而这个囚犯呢 被难住了 谁会愿意冒险 替死囚坐牢呢 这时囚犯的朋友 听说这件事 挺身而出 愿意代替坐牢 就这样 囚犯的朋友 替代囚犯 住进牢房 而囚犯也如愿以偿的 回家去探望母亲 时间飞逝 死刑期就快要到了 可囚犯还没有回来 许多人都说囚犯的朋友太傻 认为囚犯肯定不会回来了 而囚犯的朋友却什么都没说 因为他了解囚犯的为人 他相信囚犯一定会回来的 行刑的日期到了 这一天一早下起了大雨 囚犯的朋友被押送到刑场 可囚犯还是没回来 人们纷纷痛骂囚犯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马上要行行了 脚锁已经套在囚犯朋友的脖子上 此时胆小的人都吓得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 突然从远处传来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的高声呼喊 只见囚犯从风雨中飞奔而来 最后 国王被囚犯坚守诚信所深深打动 当众赦免了他的死刑 人生在世 我们可以摒弃美貌 也可以舍弃名利 但唯独不能没有诚信 以真诚待人 人恒爱之 以守信为人 人恒静之 在《御礼子》中 有这样的一则故事 一天 纪阳有个商人在过河时传沉了 他侥幸抓住了一根大麻干 然后大声呼救 正好附近有个渔夫闻声而至 商人急忙喊道 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 你若能救我 给你一百两黄金 后来渔夫把商人救上了岸 可商人呢 却翻脸不认账了 给了渔夫十两黄金 渔夫责怪他不守信 出尔反尔 商人却说 你一个打鱼的 一辈子都挣不了多少钱 我给了你十两黄金 你还不满足吗 渔夫无奈 只得泱泱而去 没过多久 商人坐船过河 不料又一次在原地翻了船 有人准备去救人 曾被商人骗过的渔夫说 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 于是没人愿意去救他 最后 商人被淹死了 商人两次过河沉船 而遇到同一个渔夫 实属偶然 但商人的不得好报 却是在意料之中 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 便会失去别人的信任 一旦处于困境 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 失信于人 一旦遭难 只能坐以待毙 心缺自尊 言行必卑贱 心缺敬畏 言行必随便 心缺诚实 言行必虚妄 心缺涵养 言行必粗陋 心缺教化 言行必无理 心缺善良 言行必恶毒 心是一杆秤 撑出自己的言行 言行是一面镜 映出自己的心灵 诚实守信 言出必行 是做人的基本 一个人如果有了诚信 就会在社会上 拥有一席之地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诚信 就像一棵倒下的大树 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根 和诚信 言出必行的人身交 诚以养德 信以立身 俗话说 尽诸者赤尽 莫者黑 人这一辈子呀 和谁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如果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要多和哪些人在一起 时间久了 慢慢的自己 也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人的一生 能身交几个人品好的人 就是最大的福气 余生不长 一定要和最好的人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